博鳌亚洲论坛国际创科大会在澳门开幕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 香港会把握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机遇 积极推进香港的创科工作 大会由博鳌亚洲论坛和澳门政府主办 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厚华宣读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的贺信 说全球正面临新冠肺炎等各种挑战 中国愿意和其他国家加强科技创新和合作 促进更加开放包容互惠共享的国际科技创新交流 推动全球经济复苏 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致辞时说 在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里面 港澳在融入国内大循环和连接国际大循环方面 有很多独特优势 有利于增进香港同胞亲身父子 有利于促进内地与香港融合发展的事情 中央都会全力支持 这三个有利于的原则 同样适用于澳门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支持时 感谢中央让香港的创科发展提上国家层面 把握大湾区发展带来的机遇 积极推进各项有利创科发展的工作 深化于各地尤其是内地创新合作 进一步提升香港的创新动力 并期望香港以至大湾区的居民 能得以享受创新生活带来的更好的生活指数 他说今年稍后会公布香港智慧城市蓝图2.0 提出约130项改革现有及新措施 无线电视记者杨沛斯报道